家有珍爱香满亭 宜亲传承和佳月 大家平安 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 希望一月的香气 常漂泊在你与所爱的家人身边 亮晶晶的同伴 可以一个低两个 在街角商店的经济学这篇文章里 读到一个小男孩的生活经验 作者回忆 当年的他还在学习如何数数 在数到十一或十二 就无法再数下去的年纪 每次他从爸爸的口袋 收集到感觉足够的零钱 就走路去街角的商店 选一根想要的棒棒糖 那长得仿似美术馆馆长的老板 在走廊之间巡视 看看小男孩零钱 可以买到什么糖果 小男孩把他选好的糖果 拿到收银机旁 掏出零钱一字排开 这时老板变成一个银行员 仔细数着男孩的同伴 有一次 当他选好了棒棒糖 便起脚跟 看着老板数着排开的铜板 十二 十三 十四 没了 望着男孩渴望的眼神 老板微笑着说 在我心里 亮晶晶的铜板 可以一个比两个 小男孩得到了想要的棒棒糖 高高兴兴的回家 亮晶晶的铜板 可以一个比两个 这是我收集的神奇数学题之一 人生的shopping mode里 我们时而是那个小小男孩 需要一点点帮助和恩典 时而是那仁慈的老板 能天马行空 自由定义 制定自己认可的规则 决定价值 乐以恩慈的与人相待 重新定义 使日光之下 基督带给我们重生的机会 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行动里 获得使生命丰富的关键基因 在蛇与德之间 清楚理解十字架的担子 其实是轻盛的 保罗对我们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良善 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想 也有这样的提醒意思吧 能如此理解 如此行动 在主耶稣眼里 或许我才能被称为 独一无二的真谛 能重新定义自己 成为新造的人 我知道 这样的变化 这样的可能 永远都在 我生命的路途上 与您共勉 与您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喜欢 这样的内容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 祝祝您与所爱的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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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